大家好,我是千锋大数据讲师艾东 那么这一讲我们来看一下线当中文件的一个引入 那这一个功能其实就相当于我们Java当中的import 在一个文件里面引入另外一个文件的代码 就相当于我要调另外一个文件里面的长量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别的东西 那在线里面它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只不过这个功能稍微的简单了一下 就简洁一下 然后这个使用比较简单 那我们定义两个文件 然后一个文件作为一个公用文件 然后把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变量或者是方法 把它这个作为一个经常用的 或者是比较常用的东西 然后把它封装起来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文件来调用这个文件里面的变量 或者是方法就可以了 那我这先创建两个文件 创建第一个脚本文件 那第一个脚本文件 然后定义两个变量 我们定一个第一个class等于1701A 然后第二个变量nam等于不能空格 等于这个张山 然后这个定义一个方法 functun 然后fun1 然后这个跟它写一句话在里面就行了 echo打印一下 i am in 1.sh 然后把它这个保存一下 然后在这个这里面创建一下 它1.sh i 然后把它这个保存退出 那么这个文件不用做这个可执行权限都行 因为我们是要把这文件里面引到另外一个文件里面 对它不进行真正的执行 然后再来定义另外一个脚本文件 那么写成2 2点脚本文件 2点sh 那么在后面把它去掉 sh 然后这样把第一行业 仍然copy过来吧 不对不对 那这样就不对 然后把这 然后这个叫echo打印一下 downer符 然后咱们的lam class吧 先class 然后echo downer符 OK 然后echo df d1 f1c1 f1c1 我们看一下1里面的这方法是f1 那我再调一下它f1 好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打印出来 这三个 如果说我们这能取到1701a 那证明我们的文件就引入进来了 如果说能取到这个张三也能引入进来了 这个方法里面的东西也能打印出来 那证明就是ok的 那在这个引入文件有几种方式啊 就是咱们下车当中 然后首先来说sauce就可以sauce加上我们的这个文件的绝对路径啊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区别不大两者的功效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我们的硕士它是b小里面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呃 点命令啊是我们这个c小里面的 ok 那两者功效都一样 那我们来试一试两个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引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在inink当中去创建一下这个文本 三个都是正确的是吧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把这个硕士我们把它注意一下 把这一段啊 哎 然后在下面加一个点儿然后再使用home 最后面的啊把这个copy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答应出来啊 再来指引下 是不是一样可以啊 ok 这两者啊都是一样的 用点或者是用硕士 当然还有别的方式啊 那我这个就先说这么多了 就是文件的引入啊 比较简单